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男怀紧 越表现出聪明的人 往往都是笨蛋 我们一起来听 世上的人大多爱表现 面对一件事物 不发表一点自己的高见 好像他人就会看不起自己 谈论一件事情 如果不跟自己扯上一点关系 好像自己就被忽视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 能够帮忙轻松地解决 仿佛自己就高人一等 很了不起了 爱表现是一种人性 但是它却是一把双刃剑 有的时候 如果你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得当 不仅充分地表达了自己 还让周围的人都乐意接受 那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而如果自己表现得太过 或者是表现得不合时宜 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南回锦先生曾经说到 其实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根本不会暴露自己的聪明 不是故意隐藏不暴露 而是让人感觉到他最为诚恳 最为诚实 这样才是最有大智慧的人 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大智若鱼 我们把这个成语反过来 也就是大于若智 有的人偏偏只有半桶水 却处处想要搬门弄腐 总是喜欢在人前耍一耍小聪明 往往这样的人很轻易地暴露了自己 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笨蛋 把自己陷入到一个不利的境地 智慧和聪明本身就是两个概念 而且不可同日而语 聪明大多数指的都是 小聪明、小伎俩、小手段 而智慧是要真正用自己的心去思考的 在生活实践中 去多总结、多感悟 慢慢地回归到原有的本真的智慧中 这是每个修行的人最终目的和方向 孟子也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每个人都想吹嘘自己、表现自己 成为别人的老师 对他人进行说教 仿佛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祸患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 老子说过 我鱼人之心也灾 顿顿兮 这种鱼并不是真正的笨 而是故意实现出笨拙的状态 顿顿不是糊涂 而是随缘应对 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真正的高人 往往看起来显得特别的平凡、普通 甚至还有一点庸俗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 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大智慧者、大成就者 所谓大延延于世 其实他们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虽然入世 但是他们的心境却是出世的 他能用出世的心态来面对一些事事 因此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烦恼 也不会跟任何人去计较利益得失 反而还会把到手的利益拱手让给他人 所谓俗人招招 我读昏昏 俗人茶茶 我读闷闷 一般的人 对小事情都很精明 事事都精打细算 似乎计划安排得非常周到 毫无漏洞 而真有智慧的人 却看起来笨笨的 但是他们的内心 非常的清明洒脱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